你怎樣看專業人士呢 通常我看專業人士 他們都有些共通點 通常他們學歷比較高 可能一定會有大學或以上 甚至碩士學位 他們也從事專業的 需要拿牌才可以做 有一個專業的認可要求 他們工作時間比較長 或者地點都會在市中心 看回專業人士 他們近年都多了精神問題求診 他們通常最主要都是壓力 我看見這麼多人 一定差不多百分之一百 都找到有壓力的因素 但為何剛才所說的專業人士 他有牌子 可能讀了很多書 為何造就到他有一個 我們分別到他跟一個 沒甚麼讀書小畢業的人的分別呢 他的分別來自於哪裏呢 其實透過接觸專業人士 或者他們求診的過程 我們看到有幾樣東西都頗特別 例如他們專業人士 他們經營了很多年的讀書 考試 他們通常在考試制度 或是升學制度 他們都是贏的那班 降五關斬六將 降五關斬六將 每個都是天之嬌之力的 都是最宜極的 他們都是特別好的那班 他們這個過程 其實都會造就了很多他們的自信 他們會覺得有甚麼難關做不到 我這個學位也能考到 這個地位這個事也能完成得到 這個自信心有時在日後的工作 就有一個影響 因為自信心高當然做事是好 但我們發現 其實你越能力高的人就越多工作 所以有些能力高的人 或者是自信心高 他接受的挑戰越高 但是人不是一個機器是有極限的 他一直去到一個地步 他自己接受不到為止 他這個過程就會變得很痛苦 他又有自尊 他又認為自己應該做得到 但去到一個地步 他做不到工作的要求 又或者是有些專業人士 他們讀書是比較成功的 但出來社會工作 你們會發現 其實就不只是學識的問題 是人際關係的問題 是你解難的能力的問題 這件事有時都會造就了 他們在一些生活 或者工作上的磨擦的問題 這些都會造成一些壓力 但這個壓力就是他過去那幾十年 讀書準備做專業人士那幾十年 是沒有預見過的 宋先生即是說 他那個人讀書厲害 於是自信心爆破 他的命都搞定 因為他搞定了這麼多年 才來到這個位置 對 加上他剛才所說 原來讀書厲害 知識豐富 還要人際關係不知厲害不厲害 還要到某工作量 或者責任大到壓到頭不告氣 不是能力問題 可能是工作的嚴重性 或者工作會影響出來的後果有多大 所以這些都會影響到 加上剛才說 他暴露是一個 剛才宋先生跟我們說過 暴露在一個比較環境上 能夠刺激到他一些病發 或者家族歷史都會引起到這些 這些都是那個原因 並且讓我們去實施 那麼您感到任何師們 我們可以幫他們 支持這個按鈕 這一cional 我們 offended 說 我們 我 你